首先是非常荣幸也非常的开心能够成为中法环境乐的推广大使 在今年5月的时候呢也非常荣幸去了法国巴黎奥运会去参与了生活的传递 我觉得今天在这里又跟大家见面以推广大使的身份还是挺有缘分的一件事情 我是觉得环保工艺能够通过自己的一点微博的力量去提醒自己也提醒周围的人 从一点小事开始去做环保的事情去保护地球保护生态环境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物以善小而故为 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生活中的一点小事情就是可以去做到保护环境 比如说自己有一个外出带杯子的习惯 我们就可以减少塑料品啊一次性的物品的产生 然后包括节约用水 低碳环保 大家就是有一些闲置的物品 我们其实可以捐赠给有需要的人 再做到一个资源的循环利用 无论是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角落 我们都在这片天空之下 所以是不分国界 种族 性别 我们都是有责任和义务一起来保护这个环境和地球 包括我今天有看到很多小朋友也在画这个主题的绘画 我会觉得说 这样的主题能够让我们所有人时刻提醒自己 要进行环境的保护 期待其实还蛮多的 比如说这一次有环境的纪录片 然后包括每一年都也有绘画的比赛 每一年的中法环境乐 其实都给我们带来很多不同的惊喜和体验